继焦点来看看我们中天的全球现场 缅甸军方2月发动了政变 到现在算一算已经满100天 尽管示威活动并不像先前这么来的频繁 但是每天还是有大批大批的民众包围在银行的外头 好 这些人不是来示威而是要来提钱 银行每天都会发放号码牌 缅甸规定民众每天提领的上限是200美金 不到台币6000元 不少民众很担心国内很动荡 会导致金融体系的瓦解 都想赶快把钱快快领出来 只好天天排队来提款 有一些做小生意的店家也抱怨 每天6000元的提领的限额真好不方便 希望政府能够赶快来解除提领的限制 还要来聚焦 全球人口第一大国中国大陆 在今天公布了第7次的人口的普查结果 总人口数是突破了14亿人 而这10年的人口保持低速的增长 开始面临到的是高龄化的挑战 先带你来听听看中国国家统计局局长最新的说法 全国人口共14亿1178万人 与2010年第6次全国人口普查时的13亿3972万人相比 增加了7206万人 增长5.38% 年平均增长率为0.53% 比2000年到2010年的年平均增长率 0.57% 下降0.04个百分点 数据表明 我国人口10年来继续保持低速增长态势 好国际的焦点还要再来聚焦了 马来西亚现在第三波的疫情 急速的升温 累计病例超过44万例 1700人死亡 马国宣布即日开始实施全国封城测试 而这也是继去年3到5月之后第二次的全国封城 邻近的新加坡也爆发了11处的群聚感染 包含新加坡征乙机场 第三行下地下二楼 今天开始也暂停对外开放 马来西亚近几周新冠病例激增 10号通报新增3807起病例 由于这面临可能引发全国危机的第三波疫情 马来西亚今天起实施第二度全国封城措施 将持续到6月7号 并且禁止所有跨州跨县旅行 以及婚宴生日宴等社交聚会 如果我们下期的祝福 如果它能帮助保持疫苗 那就可以了 马国其他封城防疫措施 包括关闭教育机构 限制每辆车乘车人数 要求企业安排员工居家办公 禁止在餐厅室内用餐 此外穆斯林教徒不得在开斋节互访 但获准到可容纳超过1000人的清真寺祈祷 但人数不得超过50人 若清真寺可容纳人数少于1000人 则只能有20人在室内祈祷 另外新加坡疫情升温 目前共有11个感染群 包括累计10人确诊的张仪机场 第三航校感染群 其中两人感染源自印度的B1617变种病毒株 当地卫生部表示 航校所有员工都将接受检测 第三航校的地下二楼 今天起也暂停对外开放 新加坡社区感染案例激增 可能与变种病毒有关 马来西亚也表示 5月13号起 新加坡入境马国人士 必须强制隔离14天 记者谢明志报导